多位分析人士指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凭借着有效应对 为复工复产及经济社会复苏 打下了坚实基础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中国经济下半场都值得期待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 五月宏观数据显示 生产和需求不断改善 消费需求延续回暖趋势 与此同时 制造业和消费的复苏仍缓慢 就业压力有存 物价持续回落 5月份的数据 还是在延续着 持续地恢复向好的 这样一个态势 这个表明了 我们这个复工复产复事等等 这些工作的成效 在进一步的显现 专家指出 近期中国经济重要指标 频繁显现积极信号 充分反映中国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一系列有效政策 带来了显著正面的影响 在财政支持方面 今年中央财政通过 新增赤字和特别国债 两个一万亿元 支持地方帮扶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困难民众 分析指出 今年房地产投资 基建投资 在二季度率先发力 消费从三季度开始 也会出现更加明显的回补 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因此在扩大内需战略下 拉动经济增长 将会由消费和投资 协同发力 展望下半年 预计在宽财政 扩信用的背景下 个人消费 政府投资 企业投资 都将持续回升 中国经济下半场 值得期待 不仅在于经济数字 更在于增长动能的 转换与发展质量的提高 分析也指出 在全球经济 跌宕起伏的背景下 下半年中国经济 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从贸易出口看 预计中国防疫物资出口 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对出口形成一定支撑 但在疫情全球蔓延情况下 外需低迷的局面 难以有效改善 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 可能进一步萎缩 专家表示 中国经济下半场的任务 短期来看 在于妥善应对疫情 本身冲击 帮助各经济主体 最大程度 恢复至正常状态 长期来看 则需要各方 加快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扎实提振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居民消费等需求重点项 只要做好长短结合 量质齐升 就一定能为中国经济下半场 注入强大动力 3 4 4 1 感谢观看